欢迎你和我 以爱为你而存在 有你和我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欢迎你以爱为你 有你和我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still 九六点弃 还与观点 创新一百 发现创新故事 掌握创新技术 挖掘创新商机 欢迎来到创新一百 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您收听创新一百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呢 是在每周二上午八点到九点播出 是由资测会 创新发现制 也就是ideas 以及fm96.7 环宇广播电台共同策划制作 我是节目主持人 创新发现制的总编辑经历品 我想听众朋友 最近都有感受到生技热 虽然我们的整个台湾的生技月刚刚才落寞 但是我们从这个生技月的整个会场 还有从国际来的包括日本的参访团 包括两岸的论坛等等 我们真的是发现就是台湾的生技产业 它已经成为另一股重要的产业能量 我想在这里面会有最好的人才 也会有最好的公司 然后有最好的资金进来 来成就这整个产业发展的整个前途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 在这个整个生技月 我们知道有一个生技产业奖的颁奖 那当然选出来的都是顶尖的模范生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很重要的模范生之一 华联生物科技 今天是总经理何志宏 何总经理何博士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博士你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何志宏 何不是我知道我们华联生物科技做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叫做基因晶片 我们常常脑袋里面会想到是半导体的晶片 对于这个基因晶片 我们确实是有听闻 但真的不知道它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好我很简单的说明一下哈 基因晶片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物体包括我们的人体啊 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细胞组成 那细胞它里面的作用都是最它的一个好像是蓝图 基本上就是基因来引导来组成哈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 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呢 那如果我们能够检测基因它的怎么样的表达 它表达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大概也可以预测会知道身体的状况 所以在检测上很有用途 检测上很有用 我们当然我们人体就所有的生物体都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数以万计的基因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检测 这样的话时间上可能就是会比较拖的比较强 那费用也会比较多 所以理想上我们最好是能够一次检测 就做十个一百个甚至更多 那基因晶片做的呢 就是说我们把它微小化 一次检测就可以做很多个基因检测 以华联晶片来讲 就是我们的技术可以把四万个基因的探针 同时点在一个大概两公分乘以五公分的一个玻璃片上 所以做一次检测 我们同时可以测理论上可以测四万个基因检测的一个工作一起做 所以就是说 就是一个把一个很原来很复杂很贵的东西来把它缩小 做得很方便 然后经济上使用上都方便这样的一个工具 其实这个逻辑跟半导体也是有点像对不对 半导体也是这个现在到奈米到0.18mm等等 也是在最小的面积上可以做最多的功能的发挥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这个技术在国际间应该有一定的分量了吧 是的 就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华联生技是2002年从工研院spin-off出来的一个公司 技术 衍生出来的公司 衍生出来的一个公司 换句话说技术是从工研院移转出来的 它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它有办法把这个刚刚我提到 就是说大概4万个probe就是基因探针 同时点在一个2公分乘以5公分的一个玻璃片上 一次做4万个检测 那目前在世界上大概实际上有在做这样 我们叫做高密度的基因晶片的公司 事实上不多 华联是唯一在亚洲成功做成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公司 亚洲唯一 对事实上在日本在大陆 他们都曾经尝试要作证 但是就是说并没有成功 可能要问一个外行话 这个整个技术跟我们原先有的半导体技术的关联性 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跟半导体的技术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倒是跟精密机械比较多 就是说在里面 比方说我们里面用到的关键技术 一个是它的我们叫做喷墨技术 Gurl bubble的喷墨技术 对 所以它可以就是我们一次装填可以喷100万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了要很精准的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4万个点的话就是机械的移动 这个就要有非常的精细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位点的定位 可以准确到0.15个micro meter这样的一个范围 对 其实在精密机械或者是整个精密加工 台湾确实有它的优势 对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结合我们之前有的产业优势 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整个串联当中 那原先的技术就可以发挥一定的国效 对吗 对 没错 那它相关的应用会是什么呢 刚刚这样提到 就是一次检测这样可以取到非常多的数据 所以实际上的应用事实上是很广的 从大概大体来分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叫做科研的市场 就是说你可以从事农业 从事生命科学 从事医学的基础科学的研究都会用得上 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用在临床的诊断 就是这个就实际上用在病人 医生要判读跟他的诊断 跟甚至跟后续的治疗都可以实际上搭上关系 其实在临床这个部分的话 它跟现有的所使用的工具差异应该是蛮大的 对吗 我想算是一种进化吧 对 就是他刚刚讲的就是 如果说你需要做很多基因检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他已经知道是单一个基因的话 当然不一定要用到基因镜片 但是如果是在就是说做筛选的时候 就有很多种可能的时候 那就可能 但就是基因晶片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工具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创新100的节目 我们正在专访的是华联生物科技的总经理 何志皇恒整经理 跟我们聊到基因晶片 这看来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因为亚洲地区是我们唯一做出来这个高密度的基因检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跟何博士聊 这个基因晶片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创新100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自测绘 创新发现制也就是Ideas 以及FM96.7 环宇广播电台共同策划制作 我是节目主持人 创新发现制的总编辑 金丽评 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二的上午8点到9点 刚好是听众朋友要忙着一天工作的开始 所以我们每次在节目上 其实谈的都是很创新 创业 然后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讲 很多时候会听到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在他team的工作当中 例行的工作当中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balance 我自己这么想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的是 华联生物科技的总经理 何志皇 何总经理何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博士 刚刚跟我们分享 真的很棒 这个基因晶片 听众朋友 你不要觉得他听起来好像 哇好像很高科技 其实他跟我们日常生活 真的真的非常息息相关 有很多的疾病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 我觉得科技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像这个基因晶片 它对于遗传性的疾病 就有很大的帮助 对没错 就我们华联的产品 目前分了两大块 一个是工作科研 科学研究的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 我们已经扩展到 就是临床应用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遗传基因检测 我们最近刚刚推出了一款 叫做SET1 Array 那基本上他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过去一二十年来 大家对于基因的研究 逐渐证实了 其中有很多的基因的变异 是引起小孩子 不管是产前产后 他的就是发育迟缓 发育障碍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这个东西呢 我想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说这个跪在 就是早期发现 早期疗愈 对于相关的家庭 跟社会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这个产品 就SET1 Array呢 就是进入阳兵大学 肖广仁 肖教授 跟陈彦昌 陈医师 两位的指导 我们搜集了很多 就是过去一二十年 大家已经 基本上已经认定 非常高相关的 305种智能障碍 跟发育迟缓的 相关的那个基因变异 把它做成一个晶片 换句话说 以后就是孕妇 或者生出来小孩 有一些相关的怀疑的话 以前可能要医生 一个一个去猜测 一个一个去检测 就是一个不是 就换另外一个检测 要花很多时间 精力很多的金钱 来确定它的病因 但是现在有 我们这个产品之后 它只要做一次基因检测 基本上305种 大概就可以确定说 是不是这里面的 其中的一种 可以达到很快的 确定病因 然后很快的来介入 治疗或是教育方面的 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 或调整 对 305种大概 这包含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 遗传性的疾病当中 它的比例是多少 已经包括大部分的 基本上就是跟智力 或是发展时环的话 基本上已经就是 绝大部分了 当然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研究 是继续在进展 以后可能会发展的更多 更广 更广 那事实上也有一些呢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在报道 但是我们为了就是 这个因为是临床的 诊断的一个工具 所以就它的确定性 事实上很重要 就是有些 我们也曾经被问到说 是不是哪些 最近哪里又有一些报道说 这个跟那种某某报道说 有哪一些变异 可能也有一定相关 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稍微保留到 下一次我们再做 等于是第二版的 我们的产品更新的时候 再来看看要不要放进 原因是就是说 这个是对于相关的孕妇 或医生来讲 检测出来的结果 是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决定的一个参考 如果说我们的 检测出来 假设说 这个是说 有变异 但是这个变异 我们现在建议说 可能有相关 那这个事实上 对于相关的人 可能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忧虑 会过困扰 所以我们基本上 说进来的是 已经相关的研究 已经证明说 是他的高度相关 就是说这样 就是能够更确定 对于他的诊断 做决定更方便 更明确这样 所以博士 他现在已经是 通过临床了 还是他还在 临床的实验当中 我们这个目标 当然是最终要通过 我们叫做IVD 就是叫做体外检测的 一个工具 检测的一个device 他不会算是轻入式的 他不会是轻入式的 那就快啊 那简单很多 对 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 那现在就是 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到 就是这个是一个 非轻入性的 顺带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 在这个产品退出之前 事实上已经经过 蛮严格的验证 一开始是从 Tissue Bank 就是那个组织的 组织库里面 细胞组织库里面 取样本来做验证 然后接着呢 我们也已经经过 很多的实际的病人的 取他的样本来做验证 基本上 他的关联性 跟的缺效性 事实上已经得到 蛮好的验证 对 对对 从这个 对不对 已经从这个 整个组织库里面 然后又是实际的病人当中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还缺什么流程呢 实际可以推出来 就是这个要 等于就是说 要跟收集足够的样本 然后达到 根据FDA 或是我们卫生署的一些要求 就是要把这个 TFDA 对 达到就是 足够的数量 足够的统计的那个power 在完成 不过我想在这边 可以顺带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的Sight Run Array 在不管是从科学的说明 或是一直到实际的应用 都已经经过蛮严格的验证 所以台湾的罕见疾病基金会 已经认可 对对 把它列为补助的项目 另外在大陆 我们也已经在6月 今年的6月18号 跟上海儿童医院签订了一个 独家的一个合作协议 会在那边就是共同的来推广 对其实按照博士的说法 其实已经在marketing上面 在市场上面 已经有具体的一些行动了 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 这些签约的动作等等 其实已经在为市场做整个铺路了 只要那个procedure 程序再走过 大家立刻就可以上线 对对 当然有些东西还没有谈定 不过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台湾有一些大型的副产科 相关的检验单位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的奇态学公司 也已经主动的来跟我们联络 洽谈可能的合作 因为这个东西除了商业上是一个 很可能很大的一个商机以外 就对于相关的 刚刚提到相关的人 相关的家庭乃至于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产品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现场我们专访的是 华联生物科技的总经理 何志皇何总经理 总经理刚刚跟我们介绍到了 整个在基因晶片里面 很重要的应用 就是基因变异的状况下 所引起的遗传性的疾病 我想这对许许多多的家庭 是很大的阴影 我们再讲这个通俗一点 很多乡下地方 可能如果有一个孩子 家里的孩子 是在这个学习上 或者智力上面 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 在乡下地方可能都觉得 哇 这是不是主中没基因得啊 或者等等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是给一个家庭 跟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基因的这个晶片 可以做到视线的侦测出来了以后 那许许多的准备工作就可以进行 不会是忽然让晴天霹雳 对不对 对 没错 这个产品的应用 除了就是产后 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后的 如果说有发现有些异常的话 可以确诊之 即早确诊 即早的介入疗愈之外 对 那同时也可以在怀孕期间 就是产前检查的时候 就可以来做这个筛选 甚至现在有所谓的人工 试管婴儿的这个进行嘛 甚至可以在胚胎植入之前 就可以做筛选 所以这样就确保说 对植入的时候 就是健康的一个基因 所以这个商机 事实上我们大概也做了 初步的了解 所以是蛮大的 是蛮大 因为现在大家生小孩 生的不多 没错 就是 一个是 就是因为大家都晚婚嘛 而且是都少子化 对 所以对这件事情 是特别的在乎注意 对 其实刚刚总经理 在前一节的节目当中 最后也跟我们聊到 就是说 其实现在 包括台湾的罕见疾病基金会 包括中国大陆上海 还有许许多多的 妇产科医师 其实都已经跟你们 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了 对不对 对 就当然是这个接触 还在初步的阶段 但我们正推这个工作呢 是从去年开始 就产品是去年下半年 刚刚发表 那正式的推广 是今年的工作 那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公司刚好 就是最近在策略上 也有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以前 因为在去年之前 华联升级主要的产品 还是在科研方面 所以我们的营运模式 是叫做检测服务 换句话说 就是比方科研的单位 科研的研究者 他有一个sample 他要做基因晶片的检测的话 他有的时候 他并不是专门在做这个检测 对这个方法 这个分析并不熟悉 那我们就请他把样品提供过来 我们就直接 我们的同仁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我们有一个service lab 就是检测服务的专门的 lab 实验室 实验室 而且我们也拿到ISO相关的认证 所以就说我们可以把它做完 直接就做完检测服务 然后做完完整的一个报告 就送给他 当然这个是已经就是建立了 为华联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对 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Site One Array的 我个人认为它的商机是可能会远远超过 这个科研市场的机会 没错 所以我们在策略上 我现在是希望说把营运的方式 就拉回到华联当初成立的一个初衷 就是当作是一个基因晶片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会把相关的配套措施 包括就是基因晶片 要做基因晶片检测相关的列专 就是试剂 把它标准化 做成套组 那甚至后端的数据分析 就资料分析的那个一些软体 一些相关的工具 把它模组化 电脑化之后 到时候整套就移转给 可能跟我们合作的生机公司也好 医院也好 或是在大陆有所谓第三方的检验实验室 就在他们那边当地 他们就可以做他们当地的业务 那我们就负责来做这个晶片 跟相关的套组分析软体的供应 这样的话达到 一方面我们的推广会比较快速 快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原来是 也是跟他们做一样的service lab 原来健身的关系呢 变成一个合作的关系 这样对于我们的业务拓展 我相信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对 其实原先你们是 有可能会到C 对不对 B to C 对不对 现在你是B to B to C 对 所以你的focus在B嘛 对不对 那B 病人都在你的客户手上 对 这样可能是 这个分工结构会比较有效率 对 我相信是会是这样 对 那除了在做这个 我们说产前的这个检测之外 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用途呢 刚刚提到科研 那科研可能跟一般人离得比较远 但是跟科研相关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方健康食品啊 食中药啊 甚至这个中国人超级 超级能吃补品的 没错 那常常是说 我们常常听 就是在跟这些业者在谈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到说 这个可以改善你的体质 对不对 对 那什么叫做改善体质呢 实际上如果用科学的用语的话 可能就是基因的表现的方式 身体里的基因是不会变 但是它有没有表现出来 是会随着你吃的东西不同 而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那产品 就是有表现图谱的基因产品 基因晶片产品 就可以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工作 就是你可以比方说 你吃之前 你的表现 就是四万个晶片 那个碳针 它的表现的强弱呢 我们会把用 就是经过扫描之后 用电脑判读 就分析 说这个实际上 真的是表现的图谱是这样 那吃之后 甚至说 吃一个礼拜之后 吃一个月之后 可能表现的图谱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体质 可能在调整 身体的状况在调整 所以在吃食物也好 健康食品也好 甚至药物也好 那这个都有 跟大家也可能会有实际的关联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因为 这个中国人是非常 非常喜欢吃薄的国家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福音 因为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吃了这么多 到底它的疗效是怎么样 它的好处 有没有真的彰显出来 对对对对 听众听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专访了华联生物科技的总经理 何志皇和博士 博士跟我们提到 哇 这个对我们来讲 好像很陌生的基因晶片 其实它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福音 今天谢谢何博士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持人